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manybooks 它是一个提供5万本以上免费英文援助的网站 注意到哈,5万本以上免费 那它的网址在下面这里,你看到这个位置上面 那我们把它切到它的网站里面 基本上你看到这样子 它的书籍百分之百是free的 然后重点是它已经5万册以上 你要找哪一本英文书 你可以用这个搜寻的方式去找 你也可以在下面看,它提供的 让你看的有哪些的,有没有 英文书,它有很多要分类 特别的分类给你看的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我要跟你讲的最重要的 就是你对哪一本喜欢 比如我会讲这种 战争的,我把它点一下 注意到,它有 有没有看到 0.99元,有没有 它有,没关系 我要跟你讲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特别注意到 它这里面的书里面来讲 它很多的地方 都有提供什么 我来找一个不要钱的 free的,比较清楚 像这一本 free的 然后呢,你要注意到是它 输进来以后 free的以后,它会跟你讲这是什么 亚马逊,有没有 里面的,它的页面 这样子 然后它会跟你讲干嘛 免费阅读 有没有 一键购买 有没有看到 它这里注意到 有没有 价格 这它都有提供 那这个东西来讲呢 注意到 它这里面会有所有的格式跟版本 它有提供的格式和版本有很多种 大概有几十种的电子书格式 像DOC 像PDF都有 所以你要点一下去找 它有很多格式的 这是瓶装本 有没有 金装本 这种格式 特别注意到 那目前只有一个人评比是满分的 5分 所以特别注意到是在这里 然后它会跟你讲 它的一些相关资讯 341页 英文版本 有没有 出版日期 6月2号 2020年6月2号 所以你要看得到这里 那下面就有一大堆的相关资讯 有没有 它跟你讲的 所以来讲 它的资料还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你看这边就有相关资料 还有人家的 有没有 评论的 评论的 所以 为建议一件事 就是说 你可以万有兴趣的人 可以干嘛 来这边 来这边 看一下 找一些 你喜欢的 英文书 英文书 所以我要跟你讲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太多了 它的书很多都 不要钱 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特别注意到 那有些还是要收费 我看到它还是有收费 号称不要钱 号称不要钱 但是问题还是有一些要收费 所以我们来看 像这一个 就看我们一个download 有没有 然后它就开始叫你干嘛 注册了 你要用什么来去注册 你注册成功以后呢 就会这样子 可以free download 所以我就可以干嘛 点这个free download 来去干嘛 下载我书籍 它有一些说明 跟你讲 英文的 全部是英文的 特别注意到 所以会比较特别 我把它缩小一下 它的那个 因为有时候看不到画面 它有一些控制纽 然后你也可以线上阅读 线上阅读 来去看这本书 那它的玩法跟一般的 大概都差不多了 前一页 下一页 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它下载时间比较久 你会碰到这个情况 有没有 第二页了 第三页 有没有 你要看哪一个 这是它的目录页 这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直接来给你看 那你也可以干嘛 直接跳 跳到你要到第几页 直接打书字以后 比如我要到第20页 我打完以后呢 我直接按Go 它就跑到20页来了 然后字都是小字 你可以调整字大小 看你要多大的字 它这边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 但是平良心讲 可能看的人蛮多 所以它的频宽 跑出来资料速度会比较慢 比较慢 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 它有这种功能 你可以从这里面来干嘛 来去找你想要的英文书 英文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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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